我现在没有在妈妈家 我在自己家 很多家人不知道 大宝不是来了吗 然后 然后好多家人说 让他住到家里面 然后大宝他一来 来的时间也不短 在外面住太贵了 让他住我家里面 然后我就说 今天过来等他 然后结果过来 我就有点不舒服 然后我就在自己家躺下了 还没有回我妈那里 现在还在自己家呢 喂鸟 为什么鸟 你说家里的小鸟吗 家里小鸟在 没有 在广东呢 鸟在广东呢 我们有一个鸟舍 我跟大家说了 我养了几百只鸟 养了可多了 有人打理 然后 每天帮我喂食物啊 打扫卫生什么的 大宝到了 对 家人们 你们说让大宝住我家 好不好 转发黑我的视频 是吧 没事 我等一下正好跟大家说一下 小王的那个事情啊 不要听风就是雨 就是 他们玩的套路太高明了 说我以前是养鸟的 说我以前是养鸟的 好 对 我以前养 我现在也养鸟 家人们 咱们老粉都知道吧 知道堂堂有鸟舍 养了很多鸟吧 知道的可可依 我一直都在直播间说呀 我们家养了几百只鸟啊 这又怎么了 嗯 这代表什么呢 他如果想说我很穷 可以 我真的很穷 好吧 我真的很穷很穷 他如果想证明这个的话 可以 你不用证明了 我很穷 好吧 直播间里老粉都知道 我养了很多鸟 这我觉得这没什么 怎么的了 养鸟的 很丢人吗 家人们 我觉得很奇怪 养鸟很丢人吗 这什么理论 他想证明什么 不是 我觉得养鸟挺好的 对不对 我喜欢 我喜欢小鸟 然后 我养你鸟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我养鸟 我身边都知道呀 这很正常呀 嗯 没有 家人们 咱们老粉都知道呀 我真的养了很多鸟 我这次回广东 我可以给你们看 知道吗 我就是养了很多鸟 有的事情 我就承认啊 对不对 但我觉得养鸟 这个事情 他是想说 他是不是想说 我是养鸟的 我没有正当职业 我的职业就是养鸟 那这个事情 等我回广东了 咱们证明来看就好了 好不好 而且 我觉得我们现在 陷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别人说我们什么 我们就去证明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回应 家人们 你们觉得呢 就现在成 成一种误区了 对不对 他说什么 他就是说 你把户口本拿出来 然后我就拿出来给你们看 他说 把教师资格证拿出来 我就把教师资格证 拿出来给你看 他让我拿什么 我就拿什么 我们是不是进入一个误区了 你有没有想起这场闹剧 一开始是为什么 他说我是阿伟公司的卧底 怎么现在演面成 对我的个人攻击了 那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那说来说去不就是米吗 对不对 家人们 你本来他不是只是想证明我是个卧底吗 然后现在这一点不证明了 现在就开始说各种对我个人攻击了 那你到底真实的目的是想干什么呢 这不就不言而喻了吗 对不对 你怎么能扯一个卧底扯到别人家庭呢 扯到别人的职业呢 扯到别人的私生活呢 那这是要干嘛呀 对不对 没必要知道吗 正常人都看得懂 小王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对 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 小王 在我群里的家人都知道啊 我觉得还好我长了一个心眼 昨天小王问我要钱的时候 我在群里面跟粉丝说了 还好我说了知道吗 我当时就有截图 在群里面听到的家人扣个1 对 昨天小王问我要钱的时候 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 昨天我就在群里说了 在群里听到的家人 你给我做个证 给我扣个1 有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当时很害怕 你知道吗 我怕有人黑我 所以我昨天 小王问我要钱 然后我就在群里面给大家说 我说那个小王问我要钱 要200块钱 家人们 要200块钱 然后 他说 他说什么 谁骗他去什么公司 然后签什么合同什么的 然后他现在饭都吃不下了 想问我借200块钱 这个截图你们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进我的群 可以让老粉发给你们看 知道吗 然后 我当时 他第一次问我要 要 那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他 在前两天的最后一次问我要 要钱的时候 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那两天你知道 就是网上刚开始网爆我 然后突然 你想 阿伟的助理来问我要 吃饭钱 我肯定是很害怕的 家人们 你们能理解吗 所以他给我打电话 问我要钱 我没有给他 我在想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来问我要钱 他想干什么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知道吗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 结果前天晚上 然后他就开播 然后在那里 撕别人 然后很多粉丝 就发给我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说的这个话 是有聊天记录的 你们可以进我群里面看 因为我昨天就发给我粉丝了 还好我昨天就给家人们说了 不然这个事情我就说不清了 然后前天他就一直在让别人刷什么热气球 家人们有没有这个事情 有的你给我打个真实 他让别人在刷热气球 说什么就是 他饭都吃不上了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隐晦的 就是说到我或者怎么样的之类的 然后我就 我说实话 我心太软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 然后我们在粉丝群里聊 还有聊天记录 然后当时还有人说 哈哈这不就是那个 问你要200块钱的小王吗 看到的家人们给我扣个一 就是当时他发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哈哈这不是 问你要200块钱吃饭的那个小王吗 然后 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真的遇到难处了 是不是我这个人小人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人家就问我要200块钱 吃饭钱 我都不给人家 毕竟相识一场 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说 他是不是真的遇到难处了 我感觉是不是我堂堂太 就是 想太多了 因为当时他不是 他们在一起吗 然后我不敢理他 我怕他在套路我 但是前天晚上他一直在那里要 要那个热气球什么的 然后一直说什么 饭都吃不上 我就想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是我堂堂做的不好 快咱们分享一下 直播间 家人们把灯牌 帮我亮一下 点点赞 晚上好 大宝在 大宝 蜂蜜水好了没 他在给我弄水喝呢 大家把灯牌亮起来 然后帮唐唐分享一下 直播间分享过了 帮我点点赞 然后咱们都打打正能量 对气病了别人高兴 是的 阿姨你说的对 你说蜂蜜在哪里啊 蜂蜜在外面 那个 柜子上 电视柜里面 打开 最边上有 嗯 我这还有没有什么管理 我没有想跟别人逗 我家人们 今天晚上本来 我跟大宝要开心 给大家直播聊聊天的 结果我没想到就是 我没想到小王会这样说 我不知道是谁让他这么说的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然后我就给他转了二百块钱 嗯 然后他问我 要二百的截图我也有 家人们 你们觉得二百块钱 可以收买一个人吗 你们觉得二百块钱 可以收买一个人吗 他说他没有钱吃饭了 我给了他二百块钱 然后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 瘦了很多 这几天瘦了四五天 我 我就转了二百家人们 嗯 是这瓶吗 嗯 可以 这瓶也行 大家看一下啊 二百 嗯 看一下是二百还是两千 还是两个W 就二百块钱 嗯 就转了二百块钱 对 然后 然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呢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我给他转了二百之后 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别人 知道吗 我觉得有人 有人在搞事情 我给他转了二百之后 然后我 我底下专门标注了一句 不用还了 然后 然后他不是在那个 呃 直播间各种在撕别人吗 然后我就说 美言几句 我说呃 就是拜托你美言我几句 就别黑我 知道吗 然后呃 有情后补 结果 然后没过 一会儿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短信 然后他说 有人说 呃 我给多少 他给双倍 我当时我就傻了 家人们 你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什么吗 他说 他说 有人说我给多少 他给双倍 我心想 我就给你发二百块钱红包 存在什么 我给你二百 别人给你双倍吗 这句话本身 我就觉得有毛病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在套路我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咱俩方便语音吗 打个电话吧 然后我就 还好 你知道吗 我拿着手机录音 家人们 群里的人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抠个一给唐唐 你们看唐唐说的 是不是实话 我当时 因为我害怕了 他说这句话 我觉得 他说什么 我给他多少 别人给他双倍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 这不是 这不是在害我吗 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赶快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给我说清楚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讲的是不是实话 我有录音啊 对不对 你可以不相信 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我的粉丝 你是我的粉丝 你自然会相信我说的话 因为 因为我当时就很害怕 然后我马上就 就给我群里面的 就给我群里面的粉丝 说这件事情了 我在500人大群里面说 我说怎么办 我说那个 我说小王刚才问我借200块钱 然后说什么 说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不说了 反正昨天我的粉丝听到了 因为当时我就已经觉得 他在 他在害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粉丝说 堂堂 这是他 他在套路你什么的 你钱转了没有 我说我已经转了 然后他们就说 你赶快录音 然后我就 我就把家人们 帮我打下正能量 然后就去录音 你知道吗 录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家人们 那个录音可以证明 我所有的清白 然后他后面 他还在套路我 你知道吗 他下午就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 唐总你在干嘛 然后家人们 你们知道我 昨天有在爱揪吗 昨天下午我在爱揪 然后我在家后里面爱揪 他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米 然后我说借不了 我说小王 我说我现在借你钱 你觉得合适吗 他说我遇到难处了 我说你再遇到难处 我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在这个时候 我借你米 代表了什么 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同意的家人们 给我打个正能量 然后这是他第二次套路我 你知道吗 这是他第二次套路我 因为他们也知道 200块钱挣不了什么 你知道吧 他想让我第二次给他转米 我说在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给你转米 本身没有什么事 我说如果 如果你想让我帮你 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我可以帮你 但是现在我不能帮你 他就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什么难事 各种各种难事 我说咱们互相理解 好不好 我说我现在我也遇到难处了 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攻击我 这个时候你再让我给你转米 然后而且他已经说了那一句什么 我给多少别人给双倍这样的话 然后还说他要去 他说他要去怎么怎么别人的秘密 然后我当时在视频里面 我也一直在提醒他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的知道吗 我说你不懂 但是我懂法 咱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无数次的提醒他了 他依然在问我要 然后我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之后 他又继续套路我你知道吗 他说 他说坦坦我马上要开播了 你需不需要我开播的时候 替你说点什么美言几句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说不用 我说你该怎么播你就怎么播 好吧 我说你别提我就行了 你只要不黑我 我说谢谢你拜托 然后他继续套路我 他说 反正都撕破脸了 反正闹掰了 我帮你说几句话呗 怎么怎么样 他还在套路我 你知道吗 家人们你说的可恨不可恨 然后我又发了一句 我说你跟别人的恩怨 跟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把我扯进来 你直播想说什么 跟我没关系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还好我昨天留了一个心眼 我录了一个 就是我俩当时打电话的 这个 视频 我放到群里面了 所有家人们 你们看到的 给唐糖打个真实 我唐糖有没有骗人 这是不是昨天的 是不是昨天的录音 如果我没有这个录音 他后来发一条说什么 唐糖给了我几千个米 然后让我去 帮他黑你怎么怎么样 会不会还有人相信我 家人们 现在你们知道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吗 但凡我昨天没有那条视频 我今天会被黑得更惨 还好我录了那条视频 知道吗 因为我昨天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昨天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下午 我一看 他们发出来 说什么 是我给了几千米 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 我马上把那个 视频甩出来 放在群里面 然后当时 叔叔阿姨们就说 唐糖你被套路了 你被套路了 你要是没有这个视频 你跳进黄河都说不清楚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家人们 那你们觉得 现在有这个视频 我能澄清了吗 我说得清吗 还是会 因为很多人 他是看不到这个视频的 看不到的他就会 因为他可能 他只看到了 别人发的那张截图 他看 他不在我们群里面 他没有看到一张视频 所以说 他他就不会相信 我说的话你知道吗 大宝给家人们打个招呼 家人们晚上好 晚上好 还差不多甜吧 甜度够不够 那我要喝热水 热水 这个太凉了 太凉了 我再加点热水 好 对 然后本来 家人们就是 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不仅是被你们骂 你知道吗 我被所有人骂 大宝下午 快把我骂 骂惨了 因为我心太软了 你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辗转难免 我在想 人家问我要200 吃饭前 可能遇到难处了 我都不给 我是不是我堂堂这个人 心太狠了 所以我才给他转了这200 但是结果今天所有人都在骂我 说堂堂 你是不是个傻子 你是不是个傻子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大宝也气得要命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也知道这件事情 包括那个帽子叔叔 也知道这件事情 帽子叔叔把我骂得要命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还好 我提供出来的那个视频 你知道吗 我提供出来那个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证明 根本就没有 我一句话都没有让他说过 而且那200块钱是干嘛的钱 但是你说正常人 谁会每天打个电话 还开个 还开个录音啊 对不对 对 你要200块 正常人也会转 因为没多少钱 你知道吗